潘娜 谢谢 小伙伴哥 给咱们袜子 洗了几个名称 你看看 好好好 我看看 你们真忙 你们真忙 你这还没等卖呢 就想着要做自己的品牌了 你们的意识够超前的 品牌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吗 你比方说 说提到带手表 你会想到什么牌 上海牌啊 上海牌 那池塘呢 大白兔啊 你长得倒像个大白兔了 那说骑身车呢 凤凰牌 凤凰的 你的车子不就是凤凰的吗 那我问你喝白酒 会喝什么牌子的 看你去茅台了 你肯定没少喝茅台 我告诉你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说提到袜子 会想到什么 杨氏 对吧 可是杨氏算什么呢 小学吧 你连杨氏都知道 对啊 全国人民不是都知道杨氏吗 小蒋 老颜 我有个想法 我希望 以后从 我们自己造的这台机器里面 织出来的袜子 能让全国人民都喜欢 我希望从此以后 我们全国人民一提到袜子 都会想到是 我们家制出来的 所以 我要为这些袜子 起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你这份名单我看了 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 我自己做主 独断专行一次 叫玉珠吧 玉珠吧 好 好名字 好名字 来 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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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那这是什么呀 你快 你快点 放上来 走 慢点啊 好 回家看电视了 走吧 坐好啊 走 快点 再往右一点 右啊 好 再过去点 怎么样 有了 有 有了有了 行了行了可以了 怎么样儿的 你别动别动 你刚才那样 好好好 好 好 好了吗 来了来了 没动啊 快点 马开一下 不能拍 这 好 行 行 行 别别别 别别别 就这样 刚才那 好好好 别动 你不说这人可真是脸 现在 人家在家里看着电视 那边 这算什么呀 人家国娃还有更大哥呢 带颜色的 去去去 电 大爷 看哪儿 电 那边 那边 那得什么样啊 对了 对了 俞硕 我们工厂说了 过去这儿的学校给我提大胆 到时候我就挣得多了 然后 我给你们娘俩也换个彩点 可里头到处都是乱糟糟的 你大嫂子偏巧又犯了老病 不能料理 这回的各府的告命少不了要来 里边没个人亏了你 我今天进城的时候 我看你城市场上都挂着惯例 里边全是这里边的演员 我准备到难点 请你摆本 肯定专家 有什么好主意啊 来 我发现 你这脑子是跟别人不一样啊 咋那么多想法了 好 这样想什么呀 我以前 现在就去 你身上不好 又连日事多 该歇歇才是 又进来做什么 玉珠 咱们不都商量好了吗 我来赚钱 你在家带孩子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家的 成天往外面跑 风飞日晒的 不好 你们站上的人说过什么了 没有啊 什么事 赵家庆 他要是再瞎说八道的话 我就打算揍他了 不用理他 我们要过好日子了 你信不信 信 大山兄弟 大山兄弟 我发现这人真是不能在背后说这些坏话 说谁谁知道 来了 你看你二审 你跟你二审 那什么 我媳妇她生病了 那个 今天我值班 你能不能替我一天 一 Fraktion 我去替赵家庆顶个班啊 她老婆生病了 过来 你干吗老欺负你啊 她老婆好好的 我吓死你了 你干吗老欺负你啊 没欺负我呀 生个屁病 就想打牌 她老婆好好的 我吓死你了 那我来看见她四处逛 谁家还没个事啊对不对 再说了 你这班总得有人对你 我嗨 这有什么不行的 外头的事 天一点我再回来好不好 最后一次啊 我也不懂的 问她的就是了 那 那你早点睡 我这礼 就先给妹妹行礼了 等事情办完之后 我再亲到我们的 我走了啊 那你早点睡 你走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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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出什么事了 你就别再听了 赶快去找人 不是你说话呀 出什么事了 雨太息文献滑坡 直把你那条勾你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哭什么呀 家庆 雨主 雨主啊 千万别着急啊 我已经让你少着去 你家找款小旭了 你就把心访判了 大山兄弟啊 他福大名大 肯定能过了这头坑的 陆老师 嫂子 嫂子 站住 工长 我问你 滑坡的时候 你干什么去了 你这是逃离工作岗位 你知道吗 如果在战场上 你就是个逃兵 你就等待着主持站 对你的处理吧 不是 工长啊 我那天我在班上吧 我还能在哪儿啊 工长 你可不能冤枉我 我冤枉你 好 你说你在班上是吧 大山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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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去哪儿 我怎么知道啊 快走啦 快走 大副 怎么样 脊椎断裂 压口神经 脑中还有血块 没办法开炉手术 我们也是竭尽全力了 小子 同志 同志 大夫 来 大夫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求求你再想想办法 你起来 大夫 她还很年轻 你听我说 我求求你 你起来 同志 宇柱 宇柱 同志 宇柱姐听权了一样 你再想想办法 想想办法 想想办法 好 你听我说完 命可以保住 但是 也只能是个植物人哪 植物人 嫂子 嫂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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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德珍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你答应我跟小旭吧 我就给我俩换电视呢 把电视彩色了 小旭在家等着呢 你不会扔下 我跟小旭不管的 对吧 睡一觉 睡一觉 明天就都好了 完全散失了 自理能力和感知能力 而且随时会出现危险 别说咱们这个小医院 就送到北京 也没用啊 大夫 照你这么说 大膳胸膩肯定是废了 医生 她还很年轻 你再想想办法吧 大夫 更危险 你去吧 你去吧 你在家里面 你去吧 你去吧 你真有力吧 我带你回家 我个儿子 陪着你 你们什么都不怕 她 爸爸怎么啦 爸爸怎么啦 爸爸 睡着了 你真有力吧 我带你回家 我个儿子陪着你 你什么都不怕 爸爸怎么了 爸爸怎么了 爸爸 睡着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醒了 我要爸爸 我要爸爸醒了跟我说话 晓鲜 你现在是个小小男子汉了 你要是想让爸爸醒过来跟你说话 你就得跟妈妈一起找个爸爸 把这个家撑起来了 懂吗 家属呢 平时要注意好病人的皮肤护理 要请给他按摩 翻完肾 做好清洗 避免得乳疮嘛 这个药都不能断 我同情你 得这种病呢 身边离不了人 你要做好长期的思想准备 爸爸 爸爸 小雪 小雪 来 爸爸 爸爸慢慢推一下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老大 老大 好了 好了 快跑去跑 快跑去 厂长 就等你了 他们都到了吗 秋硕人带着几个老家的袜伤 参观场子 他们在里边 这机器还真先进呢 这些机器采用的是双双双的 平均六到七分钟 就可以铲出一双袜子 你们看啊 咱们老江的传奇人物 鸡毛驾到 谈不上 谈不上 怎么谈不上 我刚刚回来 实在不好意思啊 幸会 幸会 我跟你们讲啊 他这个玉珠牌的袜子可厉害了 现在整个上海啊 北京都抢疯了 我现在要跟他见面 都挺难的 陈长长 您现在可是家江的传奇人物啊 你只要是抢到这玉珠牌的袜子 不用卖到挣钱哪 太厉害了 这不光是袜子质量好 我说你这牌子 名字起来 鸡毛 这玉珠牌的袜子 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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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是啊 非得要跟来 说是要跟着大侄子挣钱 这不把行李都带来了吗 你带来的 是啊 叔来给你帮忙来了 这老话不是说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吗 我 我叔可是不让的 哎呀 你叔啊 他老糊涂了 我没跟他说来找你 我跟他说我出去打工 那你可得给叔安排个好活啊 给你把个关上的 好好好 陈达 来 好 有点真贵啊 不 别让 한다 满秋天 甜啊重 买啊冲 冲啊香 香 买跟香 香啊美 买美 美啊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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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 在哪儿洗啊 哪儿洗啊 洗 好 跟我 跟我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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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呢 她 当初想拉着我 跟她一起出入留学 我当时没答应 回来半年前 她自己一个人 先去美国了 那就说 你已经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带了半年了 我现在上台都带着她 现在孩子喜好力不开心 这不行了 大哥 我跟你讲 这不是长久之计 我跟你好好谈一谈 这个问题啊 江河 她是真 我这回 把一屋的袜伤 都带来餐馆的厂子 你猜怎么样 她能佩服你 佩服得不得了啊 我可听讲了 你的袜子到了北京 上海 几天抢空了 我真没想到啊 一个小小的袜子厂 被你搞得风生水起的 所以我就讲过 试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 那你没有看到我辛苦的一面呢 我们整个厂 一天三万 脑人和机器 没有一刻闲着的时候 勒都勒索 你既然公募英雄 那我就要讲理了 你为什么要随随地 面开条子呀 违反经济规律的呀 他们都说 只要说是义务的来拿 你就给他 你这是什么道理 义务人嘛 我是义务人 我为什么不要照顾 自己的老乡呢 怎么了 真的不打算再回义务了 你都不知道 义务这几年变化太大了 就这两年 新建了一个集贸市场 搞得跟火车站一样 大壮观哪 就连这个棚架子 都是钢筋混凝土 不要跟我讲了 什么时候想回去 我告诉你 你就是太倔 我倔 我倔 我有 我有 我 我那个数据了 你最近 见着他了 静水叔啊 他自己在村子里面 搞了一个鸡毛场 就专门回收鸡毛 来做担子 冯姐一直在你这儿 拿袜子 没给你讲过 没有 我 我轻易不打听 这样的事情 其实 我这些年一直给他寄钱 都不要 退回来了 其实不就是当初那点事情吗 这么久了我都没有计较 对不对 再说这个事情谁对谁错 孰是孰非 大家心里都清楚 不 明明是他错我对 非要搞得好像是他 你不要讲了 江河 你们爷俩是一个脾气 耿耿于怀 对不对 真的 村子里好多人想到你这儿 拿袜子 我俩一个个全骂回去 你他为什么 就因为 你这个袜子是鱼竹牌 干嘛 我说你陈江河 这辈子 心里面就装着这么一个女人 闲得没事装就装呗 你这儿 装不了几天了 我找过他的 还叫我给找到了 还结婚呢 这个事情怎么没听你讲过 什么时候 江河 听大哥讲一句啊 像感情这个事情呢 错过来就永远错过了 是吧 既然人家现在有幸福来 你也就不要这么辛苦地守着了 俞柱啊 你把这钱守着 这呀 是大伙的一点心意 大山兄弟呢 平时对大伙都不错 谁家有个困难 他都帮忙 你看你以后 生活上有什么问题 你尽管开口 我一定想办法 工长 大山的工商补助 还没申请下来 宇珠啊 这件事情我也不想瞒你 那天晚上确实不是大山的玩意 具体大山到那儿干什么去了 这谁也不知道 组组织上还在调查 还请你理解啊 他那天干嘛去了 当然有人知道 你知道 维持大山的生命 每天的书业费要多少 我得要个说法 我得要个说法 玉珠啊 你先把这钱拿上吧 你好 棕队 这是医生开的单子 您能不能先给我开一个月的 我赶紧去凑钱 凑完我就给您送过来 这可不行 医院有规定啊 希望您理解一下 她是工商 我家里确实有点困难 你们救救急行吗 您如果真觉得是特殊情况 出门诱拐 可以找我们院长去商量一下 这儿现在真的太忙了 希望您理解一下 下一个 来 您吃 好 什么情况 这不痛 来 来 你自己看 那个 你自己看 真的 不用再讲了 我们这个是对外经营 只卖高端和上档次的袜子 我再跟您讲了这么半年 您再看一遍啊 说您看看我们这个质量 您看看我们这个暗花 这个设计 这个地方 好得不得了 我们不比那些大牌子差的 我跟你讲我们这些袜子 上海好多商场都卖 正 这样 我不逼您着急做这个决定啊 您拿回西装 您试穿 不 咱们交个朋友一下 行了 杨小姐 好久不见呀 陈厂长 你这怎么当起推销员来了 不不不 就朋友 我跟你说 他们这个牌子的袜子呀 还真不比天赐牌的袜子差 都是上档次的货呢 我带的很多外国朋友 都很喜欢哦 那行 那我们先收一批试试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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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嘉庆她真不在家 大哥出这事吧 我们心里也着急 这是我们这几个月的工资 刨去买米的钱呀 就都在这儿了 来 拿着 来 我要个说法 赵嘉庆没良心 不怕遭雷劈吗 他 他真不在家呀 赵嘉庆 你给我听着 你一天不像个人一样 站出来 我就天天来堵你 怎么看 怎么看 给我滚 宜协 闪 老师 乔 老师 老师 相 潜 你 小旭 小旭 这馒头冰凉冰凉的 吃了会拉肚子的 你饿了跟妈妈说一声 这妈妈给你热呀 这个谁送来的 是姐的叔叔 还有共产伯伯 什么啦 儿子 从明天开始 妈妈一定要出去挣钱了 你得在家守着爸爸 哪都不能去 妈妈早上把你的饭 做好了放在锅里 我保证 天黑之前就回来 可以吗 儿子 抱抱抱 小夕真不是 阿姨 你这画片多少钱 两毛钱一头 毕竹啊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有点过呀 我挣钱呀 怎么了 工长 自力更生不让 这自力更生啊 当然是件好事 你看你把这摊位 堵到人家家门口 你让人家出入多不方便 旁边那么宽呢 怎么就出不了啊 这离学校近 我卖的全是小孩玩的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单猪一帽前三个 要不要 我要花片 要这个啊 你以后就别值夜班了 这就没窗户的 外面又闹 你咋不叫 你不不好叫 咋值夜班啊 滚滚滚滚滚滚滚 反不反 这 你 行 好 老板下牌的是赵家庆 直搬的是黄大山 这个 这个 还有牛排 牛排要五成熟啊 然后两瓶果汁 看什么呢 这边有无粗人呢 能不能不要像 跟小家人竞成一样 能不能喝洋酒 喝酒没问题的 没问题 我看看这个菜单 我看看 这顿饭我请啊 你这属于瞧不起我的 你帮了我这么大忙 我欠了你这么大人情 这顿饭肯定是我要 我 我肯定是 这个 对不起 那个 我 我这两天肠胃不舒服 你把我这个肉去掉吧 然后就别果汁了 我就喝酒就行了 谢谢 好 就按我刚才说的下单吧 去吧 对对对 行行行 不变了 不变了 陈厂长 之前我帮你那么大忙 帮你骗日本人山下 你确实是欠我一顿饭 我是请啊 我请啊 我不心疼的 真没想到你能把一个 小小的袜肠精英成这样 你上次送我的袜子 我还真的是穿过 还不错 我跟你讲 穿过我们产袜子的人 都会觉得很好穿的 陈江河 这家你这么有能耐 为什么要在一个小小的袜肠 还是给别人打工呢 听说你是从义务来的 对 我是义务人的 那边现在发展得挺好的 怎么了 看来是有难言之隐呀 大丈夫为情所困 喝酒 喝酒 怎么了 这酒能这么喝吗 你当喝啤酒 那不行你就吐出来 这一吐好几好几十块钱还没了 那得喝点 对对对 你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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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快帮妈把钱给捡起来 谢谢 你去给爸爸数钱好不好 去 爸爸 你看妈妈站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七 都会数到十了 这么厉害呀 大善 我最近 在子弟校门口摆了个摊 咱们这个地方实在是人太少了 在那儿呢 我主要知道孩子们喜欢什么 我进得过都能卖得掉 以后小薛在那儿上学 我也能守着他 你放心 你的医疗费和孩子的学费 都能挣出来 那儿子 妈 爸笑了 胡说 什么时候笑了 我看他嘴动了一下 你真的看见了 我看见妈妈挣起来的高兴 对不对 我爸爸肯定是 和浪费 怎么样 我送你回去吧 应该是我送你的 你 你住在哪里 我送你 怎么了这是 没事吧 别动 就是五星级酒店 不是乡下 你那怎么还坐地上啊 我将来我肯定要聘你 你是个人才啊 我肯定要聘你当我们的一个 推销员 我跟你讲 这样下去 你能聘得起我吗 你这就属于 又是瞧不起我 玉珠牌瓦斯将来 肯定是要有一天会 重出亚洲走向世界 你信不信 赫赫有名的 天赐牌都没走到那一步 你胃口还挺大的呀 让天赐牌站到一边就好了 你给我半年时间 我夹几条生产线 我肯定跟天赐牌 我们一决高低 一定是各占 好 我等你 厕所在那边呢 你自己的 哥 在哪儿 好嘞 马上到啊 哥 怎么了 大光 你看看隔壁 谁在这儿吐呢 我怎么都不能安生地 上个厕所呢 好嘞 明白 兄弟 吐完了吗 吐完赶快休息 我跟你说话呢 吐完了吗 吐完快点 鸡 鸡毛哥 哥 你怎么来上海了 我怎么都不能在厕所里待了 不是 你知道厕所里边谁吗 谁 溜出他 你怎么跟他混在一起 我现在在这大买卖 你知道他批个条子 我能赚多少吗 你现在不卖书汤了 乔姑呢 说来话长了 哥 那个 你少到洛逸书了吗 大光 放哪儿前了你 哥 这样啊 我先应付着 然后呢 我就住这酒店 九零零九 明天咱们好好继续继续 好不好 哥 好 我先过去 来了 哥 怎么 陈厂长上个厕所 还碰到熟人了 你 你不要紧吧 你不要紧吧 别紧了 你不要紧了 这都要紧了 不是 怎么还在呢 你不得紧了 怎么没音了 想什么呢 我发现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说起袜肠你就滔滔不菌 一問到你的事情 就變成療癒了 陳江河 看來你有很多小秘密啊 你還沒告訴我 你為什麼是迪財義務呢 剛剛那個 是你老鄉嗎 甚至人都會變你 那你覺得 你變了嗎 還是誰變了 麻煩停車 我到了 再見 你怎麼就住在這種地方啊 蠻好的 我過去住火車站啊 澡堂子啊 打地鋪什麼的 這地方有熱水 有床有鋪 能知足的 你確實跟別人不一樣啊 後悔有機吧 謝謝你用這麼好車 送我 我第一次坐的 這是我客戶的車 後悔有機 再見 再見 別念 別了 謝謝啊 等一下啊 小鲜 让开 让开 听见没有 躲开 我要干这事 不要他妈妈走 放手 放手 来 慢点啊 那孩子没事吧 要不 没事 他再看眼睛都瞎了 我们走吧 慢点啊 小鲜 现在什么最重要 爸爸的背 好儿子 妈妈向你保证 以后一定给你买个大的 彩色的电视镜 好吧 哥 怎么样 还算小时候啊 哥 瞧姑呢 瞧姑呢 瞧姑没在啊 哥 猪皮手套那生意啊 没法做 太累 你知道我现在批个条子 能赚多少吗 就动动嘴儿 打通关系 顶我卖一千双手套 我给你讲个 这些年啊 我卖过钢材 卖过木材 从我手里过的钱 那是大把大把的 哎 就你昨天见那哥 人家吃了我喝汤 跟着混的叫见世面 对啊 还能带着你一起上厕所呢 哎呀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啊 没权没事的 人家能带着我们玩就不错了 行了 哥 别说我了 说是你了 怎么着 还在那小霸场待着呢 哎 哥 不如这样 出来跟兄弟混吧 他们这一圈 一般人可进不去啊 但是兄弟我保证 我可以把你带进去 你不要带我 带我我也不进 带我 这个 说人间正道是藏伤了一点 他的归根结底 还是人间正道 我总觉得 人是应该踏踏实实活着的 你说这个钱 你不靠辛苦你挣起来 你花着踏实吗 哥 不是兄弟我说的啊 你的思想太落后了 那现在挣钱是靠辛苦吗 靠的那是关系 对了 知道陈金水这两年身体不行了吗 早没了当年的威风 过年的时候 我把一落钱摆在他眼前 他眼睛都迟了 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 陈大光 陈金水这三个字是你教的吗 他是我叔啊 他是你老婆的亲爹 他是你老丈人的 对 是老丈人的 可老丈人他也得认钱啊 哥你知道现在最流行什么吗 就是拿钱把人给砸晕了 哥 特别香 来点 来点 我妹妹呢 我现在呀 不是席命司我都睡不着 没有独立卫生间 我根本就不住 就你昨天吃饭那餐厅 那现在就是我食堂 不是 哥你干什么呀 我问你 你老婆呢 回一屋了 他跟着我我怎么谈生意啊 不是 你这是干吗呀哥 挺贵的真的 不是 哥 赵佳琴啊 赵佳琴 你说你什么好爱你 你们派人家良心想一想 大山兄弟皮子对你怎么样 你把人家母子俩给害除了 你知道吗 你就等他主持上对你的处理吧 工长 大山 大山 都知道你把手你赶回来 你把手都舍出来 你把手势待在一起 体账队 你把手势当活动 你把手势当活动 你把它停掉了 你这么多有办法 你把手势当活动 我就是了 你把手势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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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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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 小雪 大神 大神 小雪 姬佳人 姬佳人 大神 你别吓我 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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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 再给你爸磕个头 小雪 过去天爸爸还回来了吗 不回来了 爸爸想让我们过得更好 所以他不回来了 小雪 爸爸忙了 别买了别买了 他富装可怜 家里不缺钱 吃他老公的抚恤金就够了 我不要你赚钱 我不要你赚钱 我要爸爸 你过来 你干嘛呀 咱们都说你不要脸 不要丈夫 只要钱 站好 站好 坐好 走 妈妈 我们去哪儿 妈妈 我错了 你别扔下我 老儿子 来 妈妈怎么会扔下你呢 一辈子都不会的 妈妈也没生你的气 只是 我们要搬家了 去哪儿 去一个 爸爸希望我们去的地方 一个更好的地方 走 去吧 尝尝 这人可以三板倒 可这机器跟不上 故人一停就是半天啊 小家有消息吗 没有 走 这都是上海来天追货的单子 说再不发货 就让咱们退进金 陈金柱 陈金柱 长长 那个原材料能不能跟上 消息的供货商说 晴隆和丙隆很紧张啊 不过 我一直盯着催货呢 我们给你盯上这老乡 快叫他出败 别去 一定是逢解他们来要货了 我去给你盯上 你快叫他出来吧 你快叫他出来吧 就是啊 叫他出来了 都是老乡 就是老乡 见他一面啊 来来来来 张和啊 这见你一面怎么这么难呢 对对对对 事太多了 那个你们要的货物 一早留出来了 是不够吗 不是不够 大伙说要把货退给你 对对对 是 出问题了是吧 不是 江和 你看 今天你金水叔啊 把我们骂了一顿 他说你的货要是不够 人家是要退单子的 你刚在市场上闯出 这个牌子也不容易 所以啊 我们靳后廊有句话 叫靳四出六 我们不能总想着自己 不想着你啊 对 对啊 江和啊 你平时对大家这么好 我们不能耽误你做大事 大伙说是不是啊 是 是 是 要和你们不能耽误你做大事 就是啊 是不是让我一定要把货 拉回来 拉回来 你就收下 对 是不是要大伙说 是啊 是啊 感谢啊 真的感谢刘厂长 大力支持啊 这样 等这批这个 情侣啊 尼龙啊 到货之后 我请刘厂长 刘我请刘哥 咱们喝酒好不好 放心吧 陈厂长 我给你柱子说啊 感情深在那儿 你又亲自来一趟 我能不把货送给你吗 应该的 应该的 好 那我先走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不客气 好好好 慢慢走啊 好 再见再见 慢慢走啊 叔 叔叔啊 这厂长 比我大吧 大呀 五十来岁啊 那所以我跟他叫刘哥 没问题是吧 对啊 这人还挺好的 好 你叔的关系乎 可以吧 相当可以的 我当初跟你说 这个原料的事 交给叔伴 没问题 怎么样 对啊 叔叔啊 原料这个事情蛮麻烦的 我清楚的啊 吃吃饭呢 喝喝酒 请请客送点小礼物 这个我都特别理解 没有问题的啊 但是我跟你讲 邪门歪道可不敢做的 没有 怎么可能呢 再说你叔 也不是那种人呢 是不是 咱们玉珠盘袜子 销路这么好 用他们家原料 那也是给他多大面子呀 是不是 我就是提个醒 对了 我这附近有个老朋友 我要过去看他一下 你就不用陪我了 你去回厂就好了 不用我陪你啊 不用呢 我给你做保镖 完全不用呢 你回厂就行了 真不用 真不用呢 行 等会儿我去 找老刘再 定队定队 好 好的 好 好 啥子 好 宝贝 我 师父 师父 这个 这家里边人呢 你谁呀 我 我 我是他们朋友 朋友啊 王大山 夏天庭就死了 就是 这 这家的哪 为什么死的 你是王大山朋友 我 我不是 我 我是 我是骆玉珠的朋友 骆玉珠 他领了孩子 早就跑了 现在这个房子 归我 归我平时收破烂喽 那 那 那 骆玉珠去哪里呢 骆玉珠 你要是见到骆玉珠 你告诉他 我工作没了 媳妇也跑了 都是他害的 我都没了 我都没了 都没了